OdioJungle 更强的视觉吸引力 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 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 地图既具实用性 又有艺术性 近年 一见一时已久的明代地图 思路山水地图 重新呈现在国人面前 消息一出 立刻在业界引起轰动 小编妖读者一起来了解 这建国之归宝的曲折经历和价值 领略明代中国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 经历拂去蒙城建真言 思路山水地图 又名蒙古山水地图 原藏于明朝内府 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 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腾 仅有林馆收藏 由于图上提款被人裁去 原名不得而知 因原收藏者尚有堂在卷头包手 提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 所以以此命名 图名所谓蒙古 是指十六世纪上称雄 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 从今天的甘肃家狱关 以西指指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 自大汉国的后续王朝 如蒙古和撒里卫武尔诸部落 源于波阔台汉国 铁木尔帝国 源于查哈台汉国 伊利汉国和金帐汉国 等 因此蒙古山水地图 很可能就是原名 整幅地图采用中国古地图的传统方式 首卷是绘成 幅宽59厘米 长30.12米 惠于肩膊之上 由于整个地图用青绿山水画法绘制 而成 所以一直被藤井 有林管 当作清代一名青绿山水绘画作品收藏 秘不适人 日本学界也无人知晓刺图 2000年 该地图由收藏家易苏浩先生 市巨资购回国内 2017年 世贸集团又以1.33亿元 从藏家手中收购 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古书画鉴定家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 傅希年先生鉴定后 认为该地图应当为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之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 花费了8年时间专门研究此图 基本弄清了该地图的基本情况 研究表明 这幅气是辉红的丝鹿山水地图 约会之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 1524到1539之间 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该图还是明代以西域为表现内容的各种地图的母本 如嘉靖21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 收入明代学者巴黎等人转修的陕西通知 和万历44年1616刻本西域土略 收入明代无名是所编转的陕西寺 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 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 保存到今天的这幅蒙古山水地图 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 地理范围从嘉狱关到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家 共211个西域地名 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 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米什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 图上所标注的地名均为方块汉字 但绝大多数地名都不是汉语 而是突厥 蒙古 波斯 苏特 阿拉伯 希腊 亚美尼亚语地名 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 简直不知所云 内容 彩绘地图的典型代表 四路山水地图 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 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 这幅规模宏伟 绘制精美的四路山水地图 足以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缩藏 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地图集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红武 23年大明会议图1389 日本京都隆古大学大公图书馆藏朝鲜礼朝 太宗 二年会议将礼 礼带国都之图 1402 以及威尼斯瓦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 藏茅罗世界地图 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图相媲美 说明在16世纪初期 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 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古代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 一种是西晋地图学家 裴秀所倡导的纪律画方形式 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 一约富律 所以变广伦之度也 二约准旺 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三约道理 所以定所由之术也 四约高下 五约方邪 六约于直 此三者各隐蔽而至宜 所以效以显之意也 这些概念的提出 使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飞跃 随唐时期 制图之风大盛 随代的区域图制 唐代的石道图 原和郡县图制 海内华仪图等著名地图相继问世 可惜今日无传 第二种是采用山水画的形式 如明万历十八年 所惠和防疫缆图等 中国古代地图 大多数以山水画的形式出现 因为中国古代山水绘画 与地图绘制同源 绘制地图时常常不讲究科学性与准确性 特别是一些齿幅涵盖较大的地图 因此一些绘制精美的地图 甚至被列入艺术品 如唐代学者张燕远 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收入的洛阳图等 比较实用的地图 如军用住房图等 则比较准确科学 如1973年12月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木 出土了三张绘在尖博上的汉代地图 距今已2100多年 第一幅图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 第二幅是驻军图 第三幅为成一图 从图面来看 他们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制图传统 地理标志相当精准 表明当时地图的绘制 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在尖博之上作画始于先秦时代 到两汉未进时期 尖博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首选材料 而其主要形式就是卷轴式 彩绘地图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 明清时期依然比较流行 这幅蒙古山水地图 就是典型代表 技法 主流清绿山水画打开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从嘉峪关到天方的数千公里山川道路 均用大清绿山水技法绘制而成 图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城邑都画城中 国式的戴城门洞的四方城墙 城墙上有多口 各别城以画有中国式的城门楼 如哈密城 城中还画有象征民居的房屋 一些重要的建筑或地名 如撒马尔汉城外的著名的天文观测建筑 望兴楼 也画成中式建筑 图上山川秀美 林木葱龙 道路微移期间 将一个个都翼连接起来 每个都翼的上方或旁边 基本都标有汉本地名 四路山水地图的画面中 虽然没有画出反映各地风土人情的人物 动物形象 以之为母本的明代课本 西域土地人物图 和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 却画了很多的人物 动物形象 其中出现最多的是 阿拉伯伊斯兰教长袍装束的人物形象 因为这个广大的地区 在十五世纪中期 已经基本伊斯兰画 画面中的人物或手牵骆驼 或背负行囊 或骑马行走 或席地而坐 面前放着酒壶和酒杯 或在树荫之下乘凉 衣服则有红 白 绿 褶等色 有的地方还画有伊斯兰风格的野地帐篷 有人物出入其中 相关的文字材料 则证明当时的中国人 对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 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 四路山水地图的绘画艺术水平十分高超 其绘画手法是明代中期盛行一时的青绿山水画法 青绿山水画法从唐代开始发展 至宋代达到高峰 到明代虽然已经是墨流余波 却仍然在宫廷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路山水地图 主要用矿物颜料石青 石绿绘 制 用大青绿画法 着色浓郁 装饰性强 因为使用矿物颜料 虽经历数百年 而色泽鲜艳夺目 几乎不减当年 在中国历史上 明代是一个创造了无数奇迹的朝代 正和下西洋创造了当时的航海奇迹 为我们留下了正和航海图 全面反映了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而这幅规模宏大的四路山水地图 和生动反映了明代中期 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各位看官 请把手机横过来欣赏地图较大 请让图片飞